女排将士维权录 朱婷霸气 张长宁晒证据 郎平会若其最大气 近日中国女排队长朱婷维权的事情 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有五名网友 自媒体在针对进行造谣 其实朱婷在8月11日就报警了 到了12月27日 朱婷的报警已经正式被立案受理 希望这些造谣者可以承担刑事责任 赔礼道歉并赔偿有关财产损失 不过关注度高 也更加容易被造谣 中国女排将帅都被造谣和抹黑过 而他们面对这件事情和维权的方式 还是未有很大的不同 最霸气的一定是朱婷 在东京奥运会 朱婷带伤出战 手腕都发紫了 后期伤病恶化 只打了三场比赛 中国女排也因此无缘八强 奥运会前后有网友称 作为中国女排的队长 朱婷搞小圈子文化 绿挺闺蜜 在赞助商等事情上排挤其他人 而朱婷在奥运会结束之后 因为成绩不佳和心情差 很少发生 在看到网络上有针对他造谣的事情 朱婷没有多说 直接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自己报警的事情 时间是8月11日 也就是东京奥运会 刚刚结束不长的时间 不追究责任 非常大气 郎平这一路走来 被抹黑 造谣的次数太多了 包括放弃王一梅 当战绩不佳的时候 郎平的各种言论也就起来了 甚至还有2008年前后的事情 外界对于中国女排功勋郎平的态度等等 但所有的这一切 郎平都没有计较 是最低调务实的人 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